今天教大家勾制一款立体玫瑰花包包 它整体是由18朵玫瑰花拼接而成的 我们勾制的时候呢是用的以线连的方式 不需要缝合 线材我们用到的是五股牛奶棉单股勾制 勾针用到的是4.0毫米的勾针 我用的是大红色 接下来看一下上身效果 可单肩可斜胯 如果需要斜胯的话呢 肩带我们可以加长一些 它的容量也不错 随身日常小物品都可以放得下 接下来我们一起勾制吧 首先教大家单朵玫瑰花的勾制方法 起针我们是在手指上面绕两个环 接着将起针环取下来 勾针穿入起针环内 带出一个线圈 接着再勾制一针 接着再勾制一针 这样起针环就固定住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制两个辫子针 一 二 接下来勾针绕线 穿入起针环里 带出一个线圈 现在勾针上是有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先拉过前两个线圈 绕线再拉过后两个线圈 这样是一个长针的勾法 接下来在长针顶部对应的 第一个辫子里面 扣一个记号扣 这是我们第一圈的第一针 再来演示一次长针的勾法 勾针绕线 穿入起针环里面 带出一个线圈 勾针绕线先拉过前两个线圈 勾针绕线再拉过后两个线圈 这样第二个长针就勾制好了 我们一共是在起针环里面 勾制出十一个长针 现在已经勾制了两个长针 我们继续再勾制出九个长针就可以了 一共十一个长针 我们勾好之后可以数一下 三个起立针不算 从前面开始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接下来我们把勾好的长针往右边拉动 我们可以看到开口处有两根线段和一根线头 我们拉动里面的这根线头 然后再拉外面的这根线段 此时起针环已经缩小了 勾针穿回起针环内 和记号扣位置 勾制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的勾制方法 放入记号扣针木内 带出一个线圈 直接将这个线圈拉进上一个线圈里 这样呢就是勾好了一个引拔针 我们每一圈呢都要用一个引拔针结束 接着勾制三个辫子针 我们把勾好的长针这样扒开 可以看到是一个柱子一个柱子的 一二 我们从第二个柱子和第三个柱子 中间的大空隙里面穿入带出一个线圈 现在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勾针绕线 一次性拉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是一个短针的勾法 接下来我们重复勾制 一 二 三 勾制三个辫子针 跳过两个柱子 一二 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柱子之间的大空隙里面 勾制一个短针 接下来重复勾制 接下来重复勾制 之后我们和第一个针目 勾制一个引拔针进行连接 接下来在这六个洞里面 勾制花瓣 勾针 勾针 穿入第一个洞里面 勾制一个短针 第一针勾好 我们用一个记号扣标记一下 接着勾针继续穿入第一个大洞里面 勾制一个中长针 带出一个线圈 勾在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一次性拉过这三个线圈 这样呢就是一个中长针 接着勾针绕线 继续穿入第一个大洞里面 带出一个线圈 勾制一个长针 长针和中长针的区别呢 就是先拉过两根线 再拉过两根线 这样呢 它的长度是递增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这个洞里面 勾制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这一面的高度呢是递减的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花瓣的形状 一个花瓣呢 我们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直接来到第二个洞里 勾制第二个花瓣 先勾制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接着勾制一个中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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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短针 我们按照这个规律呢 勾完剩余的四个花瓣 六个花瓣全部勾制好之后 我们和记号扣位置 勾制一个引拔针结束 第四圈呢 我们是在这个每两个花瓣之间呢 会有这样一个柱子 一个柱子 我们就是挑这个柱子在背面去勾制的 翻到它的背面 背面从这个洞 这个洞入针 然后再从这个洞 针出去 勾制绕线 把线拉出来 拉出来 现在勾针上有两个线 勾针绕线 一次性脱出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形成一个短针 短针 这个短针 第一个形成的小辫子这里 我们用一个记号扣标记一下 每一圈的第一针呢 我们都要和最后一针来勾制引拔针的 所以我们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记号扣来给它标记一下 接着我们勾制 一二三四 勾制四个辫子针 然后勾针呢 从下一个柱子处 这个位置传入 这个位置传出 然后弄背面呢 我们就是挑起了这根柱子 从背面挑起了这根柱子 带出一个线圈 在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勾针绕线 一次性脱出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勾制了一个短针 在柱子处勾制了一个短针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制 一二三四个辫子针 接着呢 我们就来到下一个柱子的地方 勾针从这里传入 另一边传出 挑起这根柱子 来勾制短针 按照这个方法 一共勾制六次 勾制完六次之后 我们可以翻到背面 可以数一下 一共是形成了六个洞 接着呢 我们和第一针 勾制一个引拔针结束 接着勾针穿入 前面第一个线圈 形成的这个大洞里面 开始勾制花瓣 首先勾制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 然后 一个中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这样一个花瓣就勾好了 接下来来到第二个洞里面 勾制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三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这样第二片花瓣就够好了 接下来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 勾制完所有的花瓣 六个花瓣勾制完之后 我们和第一针 勾制一个引拔针连接 第三片片花瓣 我们从它的背面 乳针 这个洞出来 然后从这个洞出去 在背面 挑它这个柱子 这带出一根线来 在勾制上有两个线圈 接下来勾制绕线 勾制一个短针 接下来勾制 一二三四五 勾制五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从这个洞针入 从这个洞针出 挑它的面面的这根柱子 勾制一个短针 接下来勾制 一二三四五 五个辫子针 然后穿入下一个柱子上面 勾制一个短针 接下来勾制 接下来重复勾制 将这一圈勾制完 六个六个 然后我们和第一针的位置 勾制一个面八针 接下来勾制 接下来勾制第三排 好吧 我们在这根虚线上面 先勾制一个短针 然后勾制一个中长针 接下来勾制五个长针 一二三四五 五个长针勾制好之后 继续勾制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这样一个花瓣就勾制好了 然后我们来到第二个花瓣上面 先勾制一样的 先勾制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五个长针 然后是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这样第二个花瓣就勾制好了 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花瓣上面 按照同样的规律把它来勾制完 第六个花瓣勾制完之后呢 我们和第一针 勾制一个印把针 接着呢 我们勾针 还是从背面的这个 背面的这个 雅力传进去 这个雅力传出来 带出一根线来 调柱子 勾制短针 勾制一个短针 接着勾制一二 勾制两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在背面 然后背面这个 花瓣 花瓣最中心的一个 辫子 一个长针柱子的背面 然后就是 只挑起后面的两根线就可以了 前面不要露出痕迹 前面不要露出痕迹 只挑背面的两根线 来勾制一个短针 接着呢 再勾制两个辫子 接着呢挑前面的这个柱子 勾制一个短针 然后勾制两个辫子针 接着来到花瓣的正中心 第二个花瓣正中心 从背面的对中心花瓣的柱子上面 调两根线 调两根线出来 这也不太好调 只调 其次缘的调两根或者一根 那就可以了 调出来在这固定一下 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接着两个辫子针 然后来到前面的柱子里面 一个短针 接下来重复勾制 将这一圈勾制完 最后和第一针 勾制一个引拔针结束 接下来在第一个大洞里面 勾制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 这样半片花瓣我们就勾制完了 接着勾制一个辫子针连接 勾针绕线 勾制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这样一个花瓣的另外半片叶子 我们就勾制完了 接着穿入下一个洞眼里面 勾制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连接 接着来到下一个洞里面 勾制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这样一片花瓣我们又勾制完了 按照同样的方法勾完剩余花瓣 所有花瓣勾制完之后 和第一针勾制一个引拔针连接 接着勾制一个起立针 把线剪断线头拉出 这样一朵玫瑰花我们就完成了 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 勾制出第二片玫瑰花 第二片玫瑰花呢 我们最后一圈先不要勾 只勾制到最后这排虚线 的状态就可以了 只有我们第一片这个玫瑰花呢 我们是把它勾完整的勾完的 然后因为我们后面都是需要 边连接边勾的 我们就通过勾制最后一圈 花瓣的时候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是怎样 连接的 首先 首先穿入第一个动力 勾制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连接 勾制绕线来到第二个动力 勾制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这样一片花瓣我们就勾制完了 接着来到下一个洞里 勾制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接着正常勾制一个辫子针连接 接下来我们勾制另外的半片叶子 我们就正常的勾 一边勾一边连接 我们正常的在下一个洞里面 勾制一个长针 对应的连接到这片花 比较漂亮的 没有连接过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一片花瓣 这是它中间辫子针的位置 这一针呢 就是长针对应的针目 勾针穿入长针的针目里面 勾制一个短针连接 连接的这个短针呢 我们要勾得紧一些 防止它会有空隙 我们就勾针绕线 继续在这片上面 勾制一个中长针 然后我们穿到另一片花瓣 在下一个针目处 它就是它勾制中长针的这个位置 我们穿进去 和这边的中长针 勾制一个短针连接 然后再穿回到这边 勾制一个短针 其实勾制的时候 还是按照规律去勾制的 一个长针中长针短针 然后就是需要和这边的 对应针目和这边短针 对应针目去勾制一个短针 连接一下 连接一下 连接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是连接好了半个花瓣 那我们就是继续 还要再连接半个花瓣 这边呢 然后我们来到了这边 这边又是另一个花瓣的前半部分 我们先勾制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正常的勾制一个短针 然后和这边的短针 然后和这边的短针 然后继续勾制一个中长针 然后和这边对应的中长针 勾制一个短针连接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边再勾制一个长针 对应的和这边勾制一个长针 连接 连接好之后 我们勾制一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这个位置呢 就连接好了 就连接好了 它就是两个半片 两个半片的叶子 两个半片的叶子去连接的 然后其他的位置呢 我们就是该怎么勾怎么勾 就不需要去进行连接了 后面我们就是该勾长针 就是该勾另外半片叶子 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然后这样就连接好了 然后其余的部分呢 我们就正常的去勾制 最后连接完之后 我们和第一针 勾制一个引把针连接 然后把线剪断 线头拉出 这样呢 两朵花我们就连接好了 接着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第一排呢 我们一共是连接八个玫瑰花 因为我们正面是四朵 背面是四朵 然后围成一个圈 然后最后一片呢 我们可能需要左右两边 分别连接 让它组成一个闭合的圆环 第一圈勾制完之后呢 我们勾制第二圈 第二圈我们的花朵呢 和第一圈是错开的 第三圈和第二圈也是错开的 我们按照规律 一共勾制三圈花朵